美国纽约客杂志在今年元旦刊发了记者 中国问题专家欧义文 Evan Osnos的文章 标题是让中国再次强大 文章说川普总统重拾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做法 等于将全球事务领导者的角色拱手让给了中国 文章引发了美国外交政策学者和观察人士的关注 另外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 视作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美中两国在外交 经贸和战略等领域的交锋 无疑是2018年全球事务的最大的看点之一 那今天在演播室邀请的是美国真心记者林峰 我们今天就以欧义文的文章入手 探讨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 以及美中在争夺全球领导力方面的竞争 欢迎林峰 谢谢 这个欧义文的这个文章 我是粗略地看一下 没有这个仔细地看 没有把它全部地看完 我注意到作者在文章当中 他是提出了很多观点 那么在你看来 你认为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 的确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在元旦的时候 一出来以后是比较轰动的 那文章也是很长 是一篇长文 那个大概他这个全部读下来 大概需要50分钟 需要花点时间 洋洋洒洒的 那么大概是回顾了一下 大体上回顾了一下 2017年川普总统就职以来 包括他就职之前 那么美中关系之间发生了一些大事 那么从最开始川菜通话 就是川普总统给当时 作为当选总统的时候 给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一个电话 那么又谈到了美国退出TPP 那么当时美国退出 在他这个就职的第三天 还是第二天的时候 签署了一个那个行政命令 就是说美国要退出这个TPP 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 当时在中国的这个学术圈子 还有政策圈子都是欢呼一片 认为这是美国总统 川普送给中国的一个大礼 那么后面又谈到了 这个海湖庄园的峰会 这个习近平来到 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 参加这个峰会 还有到年末 这个川普总统 到中国的一个国事访问 那么最主要的观点 其实像我认为这个欧义文 他表达了一种担忧 那么表达的担忧就是说 美国退场 而终给中国留下了 一个巨大的一个舞台 那么美国从全球事务 这个领导者的一个角色中 退大踏步地退出去 那么他提到的一些的案例 包括那个一开始 说到这个TPP 谈到了这个美国要退出 这个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谈到了美国要退出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还谈到了美国要大幅度削减 给联合国的这个会费 等等等等 那么他认为 这样的一个真空的话 在对美国的这个 不论是国家的安全 国家的战略 还有经济的政策 都是留下了一个 巨大的一个隐忧 他提到了几点 包括就是说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 也看到中国 在人工智能领域 在这个包括这个 5G高速互联网 这个标准的制定方面 还有就是说 这个人脸识别技术 我们记得就是不久前 那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的一个记者 以身就是说 亲自地去体验了一下 这个中国人脸识别技术 这个厉害 那么就是说 这些技术 这些高科技 当然是在 用中国的政府的 中国官方的说法来说 它是能够 很快速地 甄别这个犯罪者 那么他当时 这些高科技 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所以就是说 作者提出一种担忧 就是说中国 美国退场 留下了一个 巨大的一个真空 那么很显然 就是中国的这个崛起 对美国的这个全球 领导地位构成一种威胁 这是美国的很多人 就是包括这个欧义文 在内的很多人 这个这样的一个 担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欧义文看来 就是中国对美国 最大的叫威胁也好 挑战也好是什么 我认为作者的观点 就是说他认为 这个最大的 当然他提出了 很多的这个挑战 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作者 最大的一个担忧 就是说他认为 这是中国的崛起 给世界也好 给美国这个国家 一个国家来说也好 它最大担忧 是一种价值观的挑战 因为中国代表的是一种 跟那个过去西方 这个价值观的 一种完全不同的 一套一套这个思想 一套理论 还有一个全新的 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 那么美国所建立的 二战以来 建立的一个体系 是建立在一个 自由市场经济 建立在一个言论自由 建立在一个 普世价值的 这么一个基础上的 一个全球秩序 那么中国的崛起 大概带来 恰恰是一套相反的 那么中国不太崇尚 就是说像西方 像美国一直主导的 这些价值观 那么中国都是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 一种冲击和一种挑战 那么在美国大踏步的退出 就是作者认为 美国在大踏步的 退出这个领域的话 那么中国带来 中国自己的价值观 是什么 那么我记得很 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这个文章 这篇长文的一开始 这个欧义文用的是 那个中国战狼2的 这个电影 作为一个开篇 那么就谈到了说 那个这个美国的 这个美国人 在一个非洲国家美国人 那么遇到的问题 首先是找到 找自己的人找不到 找美国领事馆 打电话打不通 然后要谈到 要寻求这个中国的帮助 那么就是说 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威胁 最严重的威胁 就是一种价值观 这篇文章 欧义文的这个文章 发表以后 在美国的这个 外交政策这个圈子 还有这个学者圈子 可以说是引发了 很大的关注 实际上也引发了一些 论战也好 辩论也好 那么实际上 还是有很多人 可能是不同意 这个欧义文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文章的 这个观点的了 这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所谓 论战的一个情况 另外就是说 中国方面有没有学者 注意到这篇文章 中国方面的这些学者 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 的确是很引起 引起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一个轰动 就是很多这个学者 都予以了关注 当然有纽约客杂志 包括欧义文本身 他完全是站在一个 就是美国传统的一个 自由派学者的一个理论 或者自由派这个学术观点的 一个立场之上 那么对现在的 这个川普政府的很多政策 是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 那么他提出的问题 确实我们认为就是说 他提出很多问题 也是现实的 但是呢 我们同样也关注到 这个美国的保守派的学者 对这些观点是认为 就是说 对作者的观点 也是提出了一些反击 或者说一些批评 那么其中最主要就是说 他们认为过去 在过去奥巴马政府八年里边 美国的确提出了一些 好的主张 那么这些主张很多时候 但是在现实的这个旅行当中 是没有得到的 很好的发挥 也不仅没有把问题解决 那么也反而导致了 很多新的问题产生 那么其中一个比较好的 这个例证 就是在美国的中东政策 包括这个伊斯兰国的崛起等等 那么所以就是说 保守派学者认为 在当前的环境下 在当前的环境下 美国的外交政策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保守派的学者 就认为 美国的外交政策 应该是为了维护 美国本身的利益 那么维护美国一个 最基本的价值观 也就是自由和民主 那么在美国现在的情况下 那么很多的事物 就是说如果解决不好的话 那不如就是说优先考虑到 美国自身的价值观 和自身的利益 那么欧义文当然是批评 这个川普总统 就是把这个全球事务的 这个领导权拱手让给了中国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 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 川普总统公布了 美国的这个最新的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在这个战略报告当中 他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视作是美国最主要的 这样的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川普总统还是说 在这个美国优先的这个同时 还是要扩大美国的 这样的影响力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软实力 这似乎并不是说 要把这个领导权拱手 让给中国 你是怎么观察的 我觉得在那个国家安全策略报告里面 提出这个川普政府提出一个最大的 一个策略 一个亮点 就是所谓这个亚太战略 就是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亚太战略 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战略上 在从军事上 那么希望能够联手印度和日本 能够来在从这个军事上面 制衡中国的崛起 那么当然这个政策也提出来 这个在贸易上 也就是说川普政府最 川普总本人一直提出美国优先 还有一些就是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 等等等等这些口号 那么他就说要在贸易上 要旗帜鲜明地站起来 那么对中国那种掠夺性的这种 就是说所谓的掠夺性的 这种贸易政策 那要说不 那么他就说 比如说在知识产权领域 比如中国是强制 要中国某些的这个产业政策 是要要求这个外国的投资人 要交出这个知识产权等等等等 那么就是说 还有包括要说要对中国企业 在美国大肆的这种 就战略性的收购 要提高警惕 所以就是说 这是他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策略 那么作者欧一文在他的文章中 也提出来说 认为川普政府的一个 另外一个策略的一个 一个特征 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 跟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一个友好的一个氛围 那么在下一层级的这个官员中 能够比较旗席鲜明地 表达出美国的立场 还有不太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很快来说一说 就是欧一文 他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什么 美中的这场较量当中 他认为哪个国家会取胜 我觉得他认为 现在就是说是一个真空 那他引用了一个 那个北京大学 那个国际关系教授 叫贾庆国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最好还是美国和中国呢 就是说中国要帮着美国 去开这辆车 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那个一个结果 一个一个一个后果 那么如果一个比较差的后果 相对差的后果 就是说 中国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自己开这辆车 那么一个是经验不足 还有一个是成本会比较高 好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要谈到这里 非常感谢我的同事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 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来民在节目中 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